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86大俠投資日記 那今天來介紹我這台凱旋T100 使用一年的投資心得 使用一年的使用心得 好那我這台車呢 最大的馬力出現在5900轉 會有55匹的馬力 那你聽這個馬力數量很像很小 怎麼才叫55匹 那因為這台車是講求大扭力 大扭力車 所以它的轉速你可能2000轉 你就可以吹就很有力了 那不像一般的重機 你可能要拉轉 所以它也造就成很省油 因為轉速滴滴的騎就可以了 那我這台車最大馬力大概在5900轉 會有55匹的馬力 那最大扭力大概在3000轉就爆發了 所以大概是一個扭力很早就出來的車 所以它的馬力算是只有55匹 看起來很小 但其實 它很好騎 轉速2000轉 你輕輕在都市騎 或是山路 你不需要拉高轉 甚至用四檔再騎就可以了 所以很輕鬆 你就把轉速維持在2000-3000轉 那就很好騎了 那這裡造就成 因為它轉速很低 所以特別的省油 那我現在給大家示範 這台車的座高 那大俠大概172公分 那我坐上車之後 你會發現 它基本上是雙腳可以踏地 它座高是很平易技能的 然後 所以騎起來是沒什麼壓力了 雖然它的車重有到230公斤左右 那加上這個重量之後 你因為雙腳可以踏地 座高低 所以其實覺得很輕鬆 不會到很有壓力 那我這排氣管呢 是改算是原廠精品的 那它這一個 其實聲浪不會到的差很多 但是我中間的觸媒段 又換成一個 算是直通的 比如說把觸媒給拿掉 那等於說聲浪會低 低扭來講 這個鼓動感會大很多 那 其實這種車的噪音不會很大 因為它是算低轉速的車 所以那低轉速的那種鼓動聲 聽起來很悅耳 不會像高轉速那樣很尖銳 那等等我們來發動一下 給大家聽聽看吧 好 那這個我改了這個鏡片 那這鏡片是 原本是全透明鏡片 這個其實如果你在原廠買的話 鏡片非常貴 要破萬 但是因為這台車在中國大陸也有賣 所以呢 我就去淘寶找貨 那這邊其實淘寶貨還蠻便宜的 那這鏡片只要一兩千塊而已 然後 但是鏡片全透明的有個缺點 就是它下面這邊 晚上的時候會反光 會反光 它的燈會照回來自己 所以會影響視線 所以我就 下面自己貼黑的 自己貼的 買那個 下面貼黑就比較不會那麼反光 然後再貼一些貼子 那鏡片真的在高速上的時候 使用起來很有差 然後再來是這個 再來是這個 加高的手把座 這個加高 它原廠其實蠻趴的 因為這是算是英國車 它對應的是歐洲人的身材 那我亞洲人沒那麼高嘛 所以我加高了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我本來很多人說 騎喔很趴 那手會壓在那很累 會手會壓一個硬 那這加高之後變超輕鬆超好騎的 就整個超舒服的 它這加高座其實在淘寶也有賣 很便宜喔 好再來就是我買這個後靠墊 超實用的 這後靠墊呢 這後靠墊原廠精品 賣很像也接近破萬了 那魔寶買了 欸三四千吧這一個 那你可以看到 坐起來喔真的很舒服 就整個在後座的話 喔你看後座這樣 超爽的喔 所以然後其實這樣子在後座前座也更好騎 後座這樣靠著之後 等於說我就不用背一個人的感覺 那嘲諷起來很輕鬆自如啊 非常好騎 喔還有這個 這個鏡子端子鏡 它原本是 就比較傳統的很像蟑螂鬍鬚 那我現在改的端子鏡 比較好看 但是視野也會比較小一點 但習慣其實就好了 習慣一下就好了 那最後我來補一下 為什麼我會買這台車的心得 那其實我之前騎的都是四缸的車 不管是Kawasaki的D1000 或是YAMAHA的FD6 或者是大阿魯1000cc的仿賽 但是呢最後我還是選擇騎雙缸車 因為我覺得雙缸車騎起來喔 它代表真的是一個騎車 輕鬆自在的感覺 那雙缸車其實並戀雙缸 最有名的就是凱旋座的雙缸車 那過彎的輕巧度真的非常自在 就是你要左倒右倒或是鑽車縫 它真的非常的輕鬆 不管是在都市在山路 然後騎起來也很舒適 後座也好載人 所以這就是我後來選入這台的原因喔 那這台車其實它原廠 它只有單邊有煞車 那以重機來講比較少見 所以它的煞車力道原廠來講會比較弱 比較不足 但是我更換了那個高強度的這個煞車皮 所以其實煞車的力道就變還是很強 那這邊我還改了一個東西 其實很重要就是這種鋼絲圈 它的話是有內胎的 那有內胎破胎的話會很麻煩 所以我有去裝一個氣密 花了大概一萬多塊 裝氣密 就等於說你壞掉補胎的話 隨便一家機車廂就可以補胎 這是鋼絲圈我覺得必做的一件事情 做氣密 那前後輪都有做 那它前面的尺寸是18吋 所以其實路桿起來 來講比較舒適 不會那麼正 那後面是原廠的17吋 那最後來跟大家講 這台車的一些聲浪 還有排氣管 那我最後總結一下 什麼人是會買這台車 首先就是 你喜歡一個舒適騎車 那騎車不要太有壓力 然後又比較省油 但是這台車的缺點是 它是英國的 所以它假如說你撞到摔到的話 那維修費就會很高 所以最好對自己的技術 要有一點的成熟 不然假如說有撞的話 那那個修理成本都很高 所以這台車就適合 你想輕鬆騎 然後不要有壓力 然後又有一點 有錢又有錢的 比較適合 我個人這麼覺得 那以上就是我的T100 那2019年的Barnabelle的介紹 好那喜歡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喔 那我們接下來會拍更多相關的影片 投資影片 車的影片 好我是巴奧大小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掰掰